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民意新闻 今天的定期会议中 县议员吴瑞芳对于竹山路股地区的观光休闲及产业都相当的关心 就针对路股茶叶失窃案 造成农民的损失 内湖国小校地产权 多头马车 造成民众权益受损 以及竹山交流道土地规划缺失等 与民众息息相关的议题表示关切 呼吁县府相关部门重视并改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